好 歡迎回到我們這個智利的搶救礦工奇蹟任務的現場 我們現在在這個畫面上剛剛看到的呢 事實上是這個第一位的這個礦工Gonzalez呢 他剛才剛剛已經這個被救出來了 而現場呢是這個歡聲雷動 而且呢大家期待的信心也大增 很多的人呢在旁邊的不管是工作人員 他們是很興奮 而家人呢是感動的這個泪流滿面紅了眼眶 而且現在我們剛剛看到 現在看到這個畫面呢 是這個鳳凰號的這個救生艙啊 已經再重新再要被這個降下去了 而且要第二名被救上來的人呢 是這個39歲的塞浦維達 他這是一名礦工 而且事實上呢大家都覺得說 這剛剛開始的時候 第一個人Gonzalez被救出來以後 大家歡聲雷動 覺得這是這個成功的第一步啊 而且呢事實上呢 大家都覺得說還有32個人在後面呢 是等著排隊就可以上來了 可是就在我們進廣告的時候呢 發生了一個小小的意外 就是這個鳳凰號的門呢 他呢竟然是這個在開關的時候出了一點狀況 然後在大概是花了這個工作人員 大概是有這個一兩分鐘左右呢 把他排除 而這也就是在告訴我們所有的人 電視機的前面的觀眾也好 或者是在地底下受困的礦工也好 雖然第一個礦工Gonzalez他也是被順利的救出來了 但是呢這依然是一個非常危險的這個救援的任務 因為他們要穿到地底608公尺 單趟的話順利的話是需要10分鐘 而且這樣的一個大規模的這個史上啊 可以說是史上最大規模的這個現場實況轉播的 這一個救援的這個狀況的任務了 然後我們現在看到的是這個智利總統呢他非常的高興 然後呢也準備呢要進這個要發表一些這個談話了 然後廣告之後呢我們馬上回來 We food